接著我們說第三套 銀河機攻隊 這套我排名比革命機好 這套我最不滿就是 因為他的描述是極度不足 你說第一集? 第一集開頭就說 這五個人的個人能力比較好 但他們完全沒有合作性 然後因為剛剛發生了一個橋段 他們前線的基地已經要撤退 然後無緣無故 他就說我們要派一個小隊出去 就派了這五個 完全沒有合作性 在第一集裡面看到的 完全沒有合作性的人 坐一部最新型的突擊 去做這個拯救行動 然後我就說你有沒有東西 我寧願你說這五個人是你選出來 最強 應該說在質素裡面 最好的五個人 其實除了擊退就算了 但一開始的命令目標就是 要保護軍隊撤退 大步隊後退 但最後最低的就是 最後是連敵人的前鋒都打退 擊退 保護基地 這個無心可太過分了 我覺得是過分得過火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一開始坐上那部機 你說革命機那種都算了 因為他根本上在劇情上 他是無可能知道 但麻煩你作為一個訓練機構的機構 然後告訴你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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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然後看到他們說有什麼很強烈的信念 去做什麼 一個就是為了抹橫馬 一個是為了混淆的 另外三個不知拿來做什麼 然後上了那部機之後 一開始出發的時候 那幾部機無緣無故後退 那個師兄又是戴著褲子 戴著自己眼懶著自己懶型 然後說這部機 如果你們被搖底的話 那部機就會自己走 你們要正面面對 但是那些撤退戰 他一開始說得很絕望 就是說你們的目標 就是為了拖延時間 拖延到所有的部隊撤退 簡單來說什麼 就是你們五個是棄子 不 我覺得那個司靈 司靈可能有其他事情想的 可能他敢說一套 我看第二、第三集 司靈應該有深謀遠慮到 他說是一套 但其實做是一套 但是你要在劇情的表達手法上 那五個人 我當你說他們的個人能力很高 擅長駕駛機體 但是你們現在說是五個人搞 開頭是說兩位 以你們五個人成為一團 主要是指援隊長 然後五個合作人來過去 第一集說什麼 第一集他們全部各自衝出去 第一集是沒有做的性格 整個你打我打你 是日套洋子那部三號機 叫做有協調 就是說現在目前情況 哪裏有敵人有類似 有協調性 就是 在這個表現手法上 你不見到就是 第一集這裡是很弱的 就是會是 接著就是 你明明告訴你 打不贏的嘛 然後你無端就 主角說 因為我要成為英雄 然後就令到 因為你這個想法 而令到你的生存本能 突然間提升 說本身他不需要死的 但他說 突然間我想成為英雄 我的生存本能就會變得很強 然後就衝上去 殺了幾部機 然後敵人就被淘汰了 我說 喂 什麼事啊 這個是第一集 非常怪怪的地方 我都覺得 即是他講到 難道他 即是威能說得很厲害 剛剛上場就 可以打到四方 我真的當你個人能力 真的很強 沒有問題 他有一點點提及 他們五個影的個人能力 是很好的 但他們協調性是極差 所以他單機無傷 但 你說現在這場 是一場戰役啊 就是正面戰 不是遊擊戰 你機拉 無論什麼 那些殲滅大神 那類型 那些殲滅型的主角 都不會第一集 就可以殲滅了人 全部 但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要撤退 他們已經是攻佔了基地 只有五號機 你之前打艦隊都沒有問題 你認為你打他們不贏 這個不知為什麼 當然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後面有解釋 不知為什麼他現在是因為什麼 因為外星人不是說外星語 他不是說 我們聽到明白 他不是那天玩 他真的說外星語 所以我們是不知那些人為什麼要撤退 這是第一集裡面的故事 然後到第二集 其實他也是沒有解釋的 機體也是輕輕帶過 他只是說 他是有一個生存 去感應你的 這部機器其實主要用了 他們五個人的DNA 人物基因去做出來 合作下去 一個叫什麼珠比特系統 而這個珠比特系統 會探測到 當然是跟你駕駛者會貼合 因為你同一個基因 但是會根據你們的心情 你知道你當時的想法 才是要撤退 你戰略高項 他真的會提高一點 還有這個條件就是 因為開頭第一集 他們說 找他五個人的數值高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是 他五個人的生存本能比較高 就是等他五個人最撤退的人 他過去打的 我還沒看第三集 第三集 沒有說他們生存本能的問題 雖然會有五個人 你當是鷹花狀的天才感 某一項的數量是特別高的 某一項的數量是特別高的 某一項的天才感 就是全部都低了 但是找這個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五個人的 撤退資料非常高 生存能力 生存球生能力非常高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這樣找 這個機種是怎樣設定 就是為什麼找這個機種 不要理會他 你已經明白 就是他一開始 他講了一個系統 就是你撤退的那部機體就會走 真的嗎 你要找五個很搖底的人 去坐一部機體 然後就告訴他 他們五個就是拯救世界的未來 喂 有點而拿 所以這個是挺有趣的設定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心意 先說我這樣先說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 機體是OK 而且其實男主的那部機 其實挺接近革命機的那部機 那個構造方面 不是 他構造是不同的 革命機類似傳統那一隻 他也是 紅色那部靜長機 設定是差不多大的問題 他是用了外外兩種東西 即是裡面是主體的 後面再加外骨 外掛裝甲 你說是 但是這套東西 回到來就是 另一個問題就是 他的作畫 我真的覺得 平整 平整的作畫 老實說 平整的作畫 我們不是未見過 但未去到這個 那些人的手手腳腳 是很有問題的 你覺得好看回以前八九十年的動畫表 就是 跟機體是很大落差 而且真的 所以我 異樣感會比較大 而且他的劇情 我暫時看到第二集為止 我很衷心說一句 我真的覺得 好佳 劇情 好 我明白的第二集 好像 探討Buddy 有些講的機體到要宣傳 我覺得 你什麼事 我最多合理解釋 就是 你之前軍方 用了很多錢 去整部機 現在沒有錢 要找一些廣告商贊助 那我算了 更甚的就是 軍方班人 簡直是沒有腦 第三集就沒有腦 那你就說 第二集 我看到第二集 那班人是沒有腦的 即是你看到他們 贏了第一場 就開記者會招待 要拍廣告 還有呢 革命機和這個 銀行機公仔 也有一個很喜歡 他們都是有LikuLiku直播的 不知道為什麼 嘩 第二集我一笑 就是LikuLiku的蛋黃好笑 可能是流行 所以他們會用這種手法 但是 這兩套都有一個 這種空點 在裡面 好了 這三套 都會看下去 這三套 始終機人片 我覺得值得去 這個什麼 值得去支持 我覺得 革命機的分數會低於銀行機公 因為銀行機公 他有第三季 我比較過關 即是他講到事情 他有戰力 有部署 這五個人 他不是 革命機器人 不知無故坐上去 但是銀行機公那五個人 本來是軍下出身 還有國家重金打造成 總之是士兵 分別出來 他有這樣的戰鬥力 又可以說到 還有他會講到一些 比較大的黑幕 戰鬥力 我最不在第一場 為什麼一個人可以整隊軍隊 其實你看到第三集 外星人主力 特種部隊 是戰鬥力全球 打破殺主角機 為什麼你不明白呢 第一集會撤隊 可能他會解釋一下 第二集 就是他們被人在玩 是被三部機 去玩 當然這件事不清楚 我們唯有看入後 他有沒有解釋 而且他的石手下流程 不殺主角 可能有機情 類似 好了 我們下一集繼續